这件事情,我看到很多朋友才发现,哇,原来我哥哥做了很多回他的事,我们都不知道。 他是高调做事,低调做人的人,他做了很多对马来西亚中医事业很大的贡献。 只是在我们眼里,他永远是我们的一个哥哥,亲近我们,有求必应,火菩萨这样,每次有什么困难,迎难乍症都会找他。 这就是我哥哥,我相信他身边的朋友很多都跟我说同样的,有什么迎难乍症就找他,就是那个火菩萨。 谢谢大家,在斯雷娜的时候,都是一起务脑,在板厂睡觉,一起聊天。 小叔每次过年回来,一起在板厂车大炮。 这是很难得的,过去一些童年,也没有想到他的离开这么出来。 我们相信,接下来,会有人继续他的梦愿。 就是把马来西亚的中医事业,推向另外一个高峰。 我跟他开玩笑说,只要你努力哦,有一天,我们中医的MC也可以GlamMC的。 这是他跟我讲的。 这也是全马来西亚华人也想看到我们的一天。 他做出的贡献,可能很多人不知道。 你现在看到所有的医院里面都有个中医门征服,我为他感到很骄傲。 太多了。 太多了。 感谢观看